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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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在1925年的时候对外开放 就是普工博物院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在1931年因为918事变的关系 东北日本清华开始 所以从1933年开始 当时的国民政府其实就开始构思 文物要蓝签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在1937年的时候实际上 整个77次变之后 实际上所有的文物就陆陆续续的 透过火车把它搬到南方来 这些地方呢包含的上海跟南京 那在这些部分呢 在1948年跟1949年的时候 因为内战的关系呢 这些文物呢 部分的文物呢 随着国民政府去到台湾 当时一共有多少东西南签呢 一共有将近19557箱的文物 南签到南方 但是最后呢 这批文物呢 去到台湾呢 大概有2937箱左右 现在故宫博物院呢 一共有67万件的一个藏体 但是大部分呢 都是去到台湾之后 很多的诗人床家捐赠给故宫的 那再来就是去到台湾之后 在1950年的时候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没好的时候呢 写想这一批文物呢 是先放在台中的 对不起 应该是台中的物工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在1950年的时候 台湾也还是非常的穷困的 所以当时的一个 典长的环境并不是太好 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一张图呢 就是庄严先生 庄严呢 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 后来他担任到了故宫的副院长 但是在整个文物蓝迁的过程里头 实际上他是随着这批文物蓝迁的 那我希望呢 可以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这些传统的故宫部分 呃 待会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故宫做一些什么 1965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迁到外双西 当时的故宫呢 只有中间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拥抱群山 但是前面是一条河 这个故宫当时是有透过 美国的亚洲协会的金源 金钱的赞助 我们才建立这个故宫博物院 跟我刚刚给你看的第一张图 实际上有很大很大的差点 呃 我再返回去前第一张图 这张图里头你可以看到 正中间故宫博物院的正馆 我的呃 这边呢是行政大楼 还有这边是一整栋的文献大楼 行政大楼是办公的地方 文献大楼是主要的散本书 丑长的地方 同时间也是有将近四层楼的 亚洲艺术的所有的博书馆 所以呢平常我要看书 我就是在文献大楼 OK 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至善园 那往这边过去之后呢 是故宫还有另外一个 养了很多的荷花的自得园 故宫后面的山壁呢 整个就是故宫的 一开始最早期搬迁到这个地方 来的典长寺 也就是我们讲的山洞这个地方 好 那我把这个过去的故宫呢 稍微解释了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实际上有很多鲜明的一些努力 这些文物呢 今天才能够传达到我们今天 也可以跟全世界的人一起分享 所以我今天讲的部分在讲 从这个非常传统的故宫 到今天 故宫到底是做的哪些事情 为什么他在这个 时代的这个点上 我们需要做一点点创意 把这个故宫整个翻过来做 我先讲一下故宫 故宫实际上有这样的机缘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 2000年的时候 台湾总统大选 国民党 就是国民党 从1949年去到台湾 一直执政到2000年 在过去50年里头呢 台湾实际上是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一个长期 就是同事的一个政府呢 实际上它内部也有很多的一些黑金 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 无法就是比较透明的地方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 民进党上 政府上来的时候 台湾的很多很多的制度 实际上它是应该要被公开化的 那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有这个机会 考进国立故宫博物院 成为处理研究员 那在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治 跟时代的背景 所以故宫有这个机会 重新从传统的过程里头 转化到现代 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 当故宫觉得整个的环境 整个典长 整个展览方式都非常成就的时候 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可不可能透过故宫的改建 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们做点事情 做点事情让全世界的人 更加认识故宫 让年轻人更爱故宫 以前年轻人是不爱到故宫博物院 去看展览 觉得这样的环境 非常的传统 非常的沉闷 非常的老旧 那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呢 我这边呢 我们跟故宫院长呢 我们就讨论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新的名词 来转变这个故宫呢 所以我们就叫它时尚故宫 Old as new OK 在过去的时代里头 会传到今天 而且会对我们当成是非常棒的一些文物的话呢 基本上它在当时呢都是一个经典 也就是今天的经典 在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历史文物 所以呢 我想先跟各位看一个片子 没有了 好 金白帆 鳳伯 oubl 本人 带来的心不可定 过去的心不可定 现在心不可定 現代心不可定 未来心不可定 第一就是我对现代这个美财的掌握怎么样 对它的理解够不够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理解 古时候的一个诗词 它的这个意境跟状态 那个原始跟前卫是其实是相同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说 那些传统的东西 跟我现在做的这些电脑音乐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会有感觉 我会感动 让我会看到那种美 老东西 心感动 Old is new 这个影片呢 是由当时台湾 就是台语的Rock 就是台湾化的那个摇滚歌手林强 来作为一个背景 当时呢 我们选用了宋代书法家 黄廷坚的花旗薰能帖 来作为这个整个的影子 你在里头你会看到林强 他不只是一个音乐创作人 他同时间也把自己扮演成 在宋代的画里头的宋人画里头的那个时代背景 他用台湾化 也就是我们讲的闽南画来吟唱这个宋代的诗词 带有一点点Rap的感觉 用这样的方式把年轻人跟故宫这个传统的东西呢 能够再结合在一起 那刚刚的影片就是 All is new 时尚故宫的形象影片 好 所以呢 故宫为什么要做All is new 是因为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 实际上创立了很多的品牌 这些品牌里头包含大家用的电脑 像Acer 宏基电脑 像大家认识的BenQ 台湾还有很多 像现在全球做到最大的 捷安特 还有趋势防毒栏体也都是全球最大的 所以我们在想的是 故宫博物院可以为产业做什么 我们可以为产业做什么 我们可以提升台湾的整体的原创 我们可以在电脑跟IT之外 我们有一些更多的生活美学部分 所以呢 我们跟着很多的产业结合 这些产业的结合 是要透过一波一波的所有的培训来做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上呢 很多的公司来到故宫博物院 来参与为止两三个月的课程 这些课程里头 有一些在中国大家比较知名的 包含像第二届参训的团队里头 有巨大机械 巨大机械就是Jane 就是捷安特 还包含法兰斯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还有就是台湾现在目前 在中国拓展很不错的富裕珠宝 Richard Jane也是做得蛮好 还有亿美食品 这些企业呢 来到故宫 受训 希望可以更加的了解文化之外呢 把文化呢 导入到整个产业里头去 所以呢 你也可以看到 整个的故宫的文物 可以被怎么样去被演绎 它可以跟舞蹈结合 林怀宁的云门舞集 在中国呢 已经做过几次的熊悉演出 那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一直是看云门长大的 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是学生 我们是看不起云门的 所以我们就在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 里面的剧场 在演的云门舞集 我们在外面看着大屏幕 在看这个舞蹈 《行草》呢 是在十年前左右的时候 创作的 跟故宫的这个整个的 Old as New的时代呢 是刚好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把故宫三部 非常重要的作品 包含王羲之的快捷石心片 槐树的智序片 还有就是 舒适的寒石片 透过《行草》三部曲 把它演绎出来 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非常希望 同学有机会去看看 那我们还跟一些产业 就是刚刚提到的 法兰茨的演出 在我的右手边 这一幅画呢 是郎士林 新代的宫廷画家 郎士林的一幅画 叫做《花二长春服》的 其中一幅作品 法兰茨呢 把这幅作品呢 转变成他们的一个 就是整体的一个尺寂 你在下面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是 DenQ的桌上型电脑 也用的是郎士林的作品 把它变成平面电脑的 一个整个装饰 文创商品里头 故宫呢 每一个特展 它都会针对这个特展的属性 开发一些相关的作品 包含最近做的 文艺绍兴部分 做的那个花鸟的胸针 还有就是 这个凤凰的那个 背包以及用那个 汉代的玉器 做的一个开灌器 故宫的文创商品 非常的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欢迎各位上网看一下 故宫里头还发展了很多 让小孩子玩的东西 平常收藏的人 很多都是大人 就是成年人的 这些作品里头呢 包含就是不同的时代里头的 像唐代里头的侍女啊 还有就是一些公仔 那像我旁边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是明代无边的 罗汉图里头转移出来的 这些公仔都非常适合 放在家里 那故宫还想做什么 故宫它不是一个 只是说你要来到故宫 才可以看得到它的文物 我们还希望它可以跟流行文化结合 所以呢我们透过电影的手法 跟动画的手法 跟侯孝贤导演 王小弟导演以及郑文堂 我们拍的动画 还有拍的电影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其中的一个动画 这是宋代的一个白死的婴儿枕 透过这个小孩子呢 你可以去回溯故宫的一个历史 还有故宫蓝千的整个历史 这个部分呢 带你看了故宫最主要的一些点产品 这个影片呢 一共有八分钟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只给大家看了一个三十秒的广告片 我们也找了桂轮美 拍了一部经过 经过呢 是用寒死帖来弹的 这部片有三个主角 一个是演剧本创作家 另外呢 桂轮美是演的是跟我的身份室一样的 是一个助理研究员 还有另外一个是日本人 他是一个商社的工作人员 那他们在故宫里头遇见了 这个遇见的过程呢 实际上是因为含石铁的关系 那他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呢 时间只是经过 而且刚好留在这里 我们现在也很荣幸 跟大家聚在这个地方里头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如何把作品一再地演绎 把它变成一个流行文化 是一次故宫在思考的部分 接下来我要让大家看两部片子 这两部片子都是侯孝贤导演 非常短的片子 所以我希望同学仔细看 盛世的工匠记忆 我们对于这些曾经把这么美好的东西 留给我们的工匠们 我们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 去看他们的作品的呢 在这一部明代的出景陆立图里头 他描绘的是皇帝出景陆立 就是出去打场跟回来的一个情景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是七气 明代的七气 影响整个亚洲圈非常的大 你要把漆一层一层 把它堆叠到足够的厚度之后 才有办法去雕刻出来 这种工艺叫做T漆的工艺 侯孝贤帮故宫拍了一共有六部的 就是不同的类型的文物 这些影片虽然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律动跟美感 以及它处理光线的部分呢 虽然简单 但是它得到日本东京音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奖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也只能够看两部 你们下次有机会可以上故宫的网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故宫如何跟国际结婚 刚开始故宫要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会觉得说 故宫为什么服务正业 你应该做好典长 该做好你的展览 该做好你的教育推广 你怎么会想要来做一个设计的工作呢 我们当时为了要把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开头的时候 就打得轰轰烈烈 所以我们找了意大利的设计品牌 叫做Alessi来合作 我们发展了清宫的家族 你可以看到在正大光临下面呢 有清宫的所有的小宫女 小太监 还有就是那个皇帝跟皇妃 皇后 那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胡椒饭 胡椒饭 它有开发非常多的 比如说成蛋的那个容器 这些东西呢 都卖到全世界 跟着Alessi的拓点 卖到全世界 让大家认识国际故宫博物院 我们还跟NGO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呢 合作了一个透视内幕 也就是旧点长新未来 同时间呢 就是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CCTV10呢 也做了一个故宫的影片 但是这个影片呢 当时因为政治的关系呢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故宫的支持 但是从这个旧点长新未来的这个影片里头呢 我们把故宫博物院透过30 把这个整个影片呢 翻译成34种国家的语言 推行到了166个国家 一共有2亿5千万的人 看到故宫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是一个国际行销的手法 同时间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看到 最新的故宫在做什么 这是当时的院长 林曼丽院长 也就是我非常尊敬的院长 我跟他合作非常多年 我们日诗 也就是日以继夜的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把故宫变成全人类的资产 那就是一直我们在做的 好 所以呢 故宫还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你现在上网 不管你上了TripleW的Digital Archive的TGW的话 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找到的 故宫65万件作品的相关的资料 这个部分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我们从2002年开始就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本身呢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他想要谈的一个概念是 在轻功里头 比如说像1加1等于1 虽然是一个瓶子 再加上一个瓶子 但它做起来之后还是一个瓶子 这种做法呢 在历代里头实际上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它只是给一个设计的 一个思考的点 但是大家有空可以去参考我们的网站看看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故宫是一个大平台 故宫博物院不是只有给那些 付得起门票的人来看的 故宫博物院最想做的事情是 你把这个地方当作家 我们呢 尽可能的给所有的东西是免费的 所以在故宫周末夜里头呢 每个周末 小孩子也好 大学学生也好 你都可以去报名 你可以把你的团体 你的合唱团 就带到故宫博物院去 故宫会付给你一笔钱 但是免费给所有人来听你唱歌 OK 那这个是在故宫办的一个 晚上的一个摇滚的活动 那个旁边的是一个视觉的海报 就是故宫 你周末不想要去哪里 你来故宫 你可以免费看故宫 你可以免费参加所有的活动 所以呢 刚刚是我对故宫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简介 最近呢 实际上故宫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我们最近跟 就是浙江博物馆 合作的 富村三居土 富村三居土的这个的 河地的情况 同时间我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能够让大家 更加的跟 台湾这边更加的一个紧密 了解台湾这边的一个变化 那故宫呢 会是一个窗口 好 那今天时间非常难得的关系 所以呢 我想要把我缺钱呢 在做喜马拉雅中心呢 定位的一个 中间的一些研究 跟一些想法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中国社会变化 可以给文创带来 什么样的契机呢 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 现在目前的情况 中产社会来了 中国现在有将近三亿的中产阶级 在这个整个主要的 中国的城市里头 包含上海 北京 深圳 实际上都已经 这个资料是2008年的 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都已经超过 超过一万美金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人均一万美金的情况呢 其实在整个西方社会里头 意味着整个中产阶级 已经兴起了 它的消费模式 也即将做个大改变 在这三亿的中产大军里头呢 他们的增速有多大 你看在1999年的时候 才15% 到2008年的时候 才23% 其实到了今天 已经超过将近 有30%左右 这些人呢 基本上它都有 它是受作知识的 这些人同时间 他们也是 比较有时间的 去享受生活质量的 同时间呢 他们对于劳动 跟工作的对象 一般也拥有管理权 或者是支配权 目前在2005年的 国家统计局 关于定义的中产阶级的 连收入是在 5万元跟50万元 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来看 中国现在有3亿的 中产阶级 这些部分呢 我们主要分布的 就是在我们主要的城市 包含上海 北京 广州 跟深圳 那其他部分 相对就比较薄络一点 但是二级城市里头 还是有蛮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中产阶级里头 实际上并不是 家里的每个成员 都在过好的日子 实际上就 McKenzie的一个报告里头 实际上一线城市里头 真正在过好日子的人 是两组人 一组人是父太太 有钱人家的太太 有钱有侠 另外一部分呢 是单身白领 有钱有侠的太太呢 实际上他们重视 质量升过于重视品牌 当然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 奢侈品的销售 全球第一名 但是呢 他们呢 同时建议 重视品牌的情况呢 也就是 我宁可去买 Ruice Vuitton 我宁可去买Gucci 我可能不会去买一个 Local的设计师的品牌 因为没有太大的知名度 另外一个单身白领 因为收入较高 同时间他又比较重视 精致的生活消费 所以呢 这种精致跟低调的消费特征呢 就为整个文创商品 带了极大的一个空间